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它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昨天它行走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 提早的登陆而且提早的出海 而且在台湾它的中心 只停留了大概六个小时左右 它就从高雄这边来出海了 但是在今天的凌晨的时候 它又二度的回到了我们的陆立上面 在这边打转了之后 在今天的上半天早上的时候 二度的出海 那么现在当然它的中心位置 就在我们台湾的西南侧这边 所以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包含像是在台中以南 以及在宜兰以南 依旧是在它的警戒范围里头的 像是你看到现在风雨还是非常的强 尤其像是在花莲这边 累积雨量从今天的凌晨零点到现在 还是已经来到了300毫米以上 另外像是在整个台中 以及包含像是南部地区 它的时雨量又来到三四十毫米 所以提醒民众出门的时候 还是要记得把雨具给携带上 甚至像是在北部地区的民众 也说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风雨雨蛮强的 虽然它不在这个暴风圈的范围里头 但是因为今天的上半天 它都还是蛮靠近台湾 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阵风 还有阵雨出现在北部地区 提醒您出门的时候都要多加的留意 那我们先来看到它目前所在的位置 就在台南的西北西方 70公里 持续的缓慢的 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 往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 那么现在它的暴风圈 你看到其实还是在台中以南 和花林以南的地区 但是有逐渐的往西移动了 所以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些陆地之外 还要提醒就是在澎湖地区 因为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靠近这个台风的中心 所以它的风雨雨可能还是会非常的强 不排除会有十级以上的强震风 而当然雨势部分 因为它是距离这个十级暴风圈的范围里头 所以都要特别的当心 而预计在今天傍晚到入夜的时候 有可能它的这个暴风圈 就会脱离了我们的本岛地区 所以雨势就会慢慢的减缓下来 但是大概在礼拜二 下礼拜二 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它的这个中心 才会慢慢的往这个广东的沿岸来登陆 也就是汕头这边 但是目前看起来 是不会再晚了 只不过还是有可能 有一些几率会在这边打转 走得比较慢一些 所以我们要提醒您 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还是要随时的留意天气的资讯 那么为什么 这个移动的速度会变得比较缓慢呢 就是我们之前有所说的 整个它都处在一个大的低压带里头 所以它行走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 缺乏了导引气流 才会导致它在过去的时候 移动的速度变慢 但是好消息 是它在过了台湾之后 它的强度有减弱 从中台变成了青台 也不排除在台湾海峡 甚或是接近到了中国大陆沿岸的时候 它的强度会再为减弱 来到热带低压 但是还是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现在 还是发布了强风特报 特别针对我们刚刚所说的 整个在台风中心的附近 像是在澎湖有可能会吹起 11到12级的强阵风 另外像是在云林以南 还有花东沿海的空旷地区 包含像是离岛 金门 马祖都也有可能吹起 10到11级的强阵风 你现在看到这红色圈圈 就是10级风以上的 当它越大代表它的风速来得越强 那么再来看到实际风力的观测 这是从礼拜六的时候到现在 测得的最强的风速 在蓝宇是来到了12级 成功这边有15级 但是部分的地方还有来得更高 我们就透过这张图 带大家看得更仔细 这是昨天气象局公布的 在台东县成功镇这边 已经来到了16级 另外像是在里岛绿岛乡 也有16级 而在花莲的富里 还有台东的东河 也就是它登陆的地方 也来到了14级 而另外像是陆野 还有长冰箱 这边也有13级 你可以看到 在它登陆的这边 其实它的中心附近 风速都来到10级风以上 所以要特别提醒了 它其实已经慢慢地离开之后 其实它的风力还是蛮强的 尤其在云林以南 以及整个花东地区 的风雨雨还是会持续 那么就来看到 在未来几天的降雨情况 基本上礼拜一礼拜二 天气有点类似 只是这雨会来得缓和一些 我们就看到在整个台湾的地区 你可以看到在整个云林以南 风雨雨还是比较强的 不排除部分地区 会来到好雨甚至是大好雨的等级 而在花东地区 它的降雨也是蛮明显 而且也可能会有强降雨 尤其在山区要特别注意 而到了礼拜三到礼拜五 因为台湾还是处在一个大的低压带里头 所以各地还是会有偶震雨 同时要特别提醒 一样是在东半部地区 以及南部地区 可能会有一些较大雨势出现 提醒民众在这段期间 都尽量避免前往山区 而到了礼拜六到礼拜日 这时候风向会出现一些转变 所以在南部地区这边 它还是会有局部的震雨 而在北部地区 则会恢复到多云道晴 也就是以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那么就透过这张图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在未来一周 其实天气我们可以化成一个重点 就是在礼拜四之前 基本上整体的天气 大气环境都不太稳定 所以降雨从北到南都是会有的 尽量户外的行程少安排比较好 那么来到了下半周 会发现这雨势慢慢地减缓 降雨热区当然还是比较集中 在整个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但是雨势跟这几天相比 也会明显地减缓 最后分区的重点带大家来看了 在海葵 在今天的天气 其实基本上中部南部以及澎湖 要严防的是强风好雨 而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风雨会持续地减缓下来 但是你刚刚也看到 在日累积雨量 还有湿雨量的部分 花冬地区是持续的 而在金门地区里岛风势会稍微转强 当它台风慢慢地靠近之后 而当北部还有马祖地区 还是依旧会出现强震风 还有欧洲雨 所以提醒民众 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当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